謝謝邱萍 另外我們看到民進黨這一頭 蔡英文今天也有最新的行程 她今天對外表示了 她說中國有五套劇本 要暗注馬總統選贏2012 她認為這是非常明顯的一件事 那麼透過聯繫 我們趕快來聽聽看 蔡英文她今天怎麼說 我覺得這個 中國對台灣的選舉的 這種態度跟介入 這不是今天才發生的 這個從1996年台海飛彈的危機開始 到2000年的朱鎔基對台的講話 這些都是在歷史上發生過的事情 而且是眾所周知的事情 至於中國對於台灣的這一次選舉 有沒有關切 一定是關切 有沒有介入 其實也有很多跡象顯示出來 中國在台灣的很多不同的場域裡面 都試圖的有它的影響力 這些東西都是很明顯的 任何有觀察 只有我們台灣的政局 跟我們的情勢的人 都會有這樣的看法 我覺得這件事情好像是一件很明顯的事情 不是嗎 另外對於就是說 在APEC的雙方的領袖 跟我們的領袖的代表 的見面的事情 我也覺得這個在雙方的互動之間 沒有顯現出來 這是一個國際組織 我們剛聽到蔡英文她表示說 APEC這個連戰 稱呼馬總統為馬先生 完全沒有提到總統這兩個字 蔡英文認為非常的不妥 跟我們的主權遭到矮化 是相當有關聯的 以及她也提到了說 對岸現在已經擬到了五套的劇本 希望可以幫馬總統來贏 參與2012的總統大位 好 不會要提醒喜歡藝術的朋友